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在这基础上处理一个细节 就是你的开头的这个音 用T的这种发音 T这种发音来带出它 T的发音应该容易理解吧 就跟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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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样子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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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出后面的呲 处理处理这个细节 这个音非常的重要 在节奏里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学会 好 第二种做法是免气的 就是你不用吠 你在做这个音的时候 你可以呼吸 可以鼻子哼音 做法非常简单 你会逗狗吧 逗狗 就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就直接把这个音可以取出来 用作B box 它的好处就是 可以哼音 比如说 就假设你非常开心地哼一首歌 突然来了一条狗 逗一逗它 非常容易理解 对吧 OK 两种嗨的做法 好好练习 非常重要的一个音 这节课 下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阿兴 关注屏幕下方的公众账号 回复B box教学 我在后台 等着你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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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